嗨,那我们今天又再见面了 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用的口红是来自一个韩国的品牌 那这个叫做 Attitude House 然后我那时候购买的时候呢 它就是有扣,忘了扣几% 然后它价钱是还蛮划算的 就是这个一个的话就是马币应该是19吧 那我忘记了 那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有三个颜色 第一个颜色叫PK011 第二个是PK012 那第三个是PK013 那它很好的系列就是 这个系列就是叫做 Dear My Bromblow Lipstick的一个口红 那它这个系列就是 我买的这三种系列就是一个粉红色系列了 那我刚刚用 就是现在用的就是这个PK011 可是呢,这个口红呢 那我就不建议介绍给非常干燥 有问题的就是口红的妹妹们啦 嗯,因为它真的 它真的就是很不适合 因为我才涂大概才三分钟五分钟这样 我想不要说很夸张 就是最长五分钟这样 开始会觉得非常干燥 刚才我就已经吃早餐 就开始觉得整个嘴唇都很干燥 很不舒服 那它颜色就是粉红啦 就是很干燥那一种 可是颜色很漂亮 嗯,那涂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你涂上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干燥 可是大概就是涂过了五分钟 最长五分钟过后 你就会开始觉得 呃,这个口红就非常的很干燥 不会很滋润 那接下来这个叫做PK012啦 也是一个粉红色系列的 它每个设计的呃,产品都会很可爱的 都是想要呃,每次去尝试的一个 PK012 它就是比这个色那一 那我就 就再涂一层了 嗯 大约就是这样子 看起来很漂亮 可是 就是 不是很喜欢咯 接着就是PK013 当然了啊,我有另外一个口红呢 我就 就已经把它很少去用它了 嗯 PK013 也是一样深 比较深咯 PK011,012,013 大概用手抹一下就OK了 好的,那今天呢 我就是大概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Dir My Bomberiz 啊,Blooming Lipstock的一个 Altitude House的口红系列 然后 就是不,呃,它就是 看起来很可爱可以收藏 看起来很可爱可以收藏 第一个 那第二个缺点呢就是 它不会啊,长久了 不可能,不可能耐长久的 然后,呃,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就是很干,不会很滋润 所以我们每次买适合的口红 都是需要滋润 以及可以耐久的口红 那这个就不适合 那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口红 就到这里了 那希望大家就是 就大概会知道 口红,嗯,这个口红是可以收集的 那,如果要常用的话 那就不适合了 那希望和大家 再,下次再和大家 分享另外的产品啦 拜拜